081车机车俱乐部 嘿我现在来到市里来了 今天阳光明媚 阿姨他们在家晒肉 我过来收拾我的车了 还有去 看这是好久没开车的人呢 让我大哥开车 到了 然后 我的摩托车是放在 他那个车库的 然后这边是我买的房子 装修好了 到现在没有买家具 哎呀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买 12月份以来 每天都是好天气 我每天都会弄两三头猪的猪肉 过香肠做腊肉 然后制作的过程很长 需要十多 二十多天 然后呢出货的速度又慢 每天都是几百斤肉的进来 然后没有肉出去 就导致我现在家里面堆满了腊肉跟香肠 今天呢 虽然天气很好 但是也没有去弄猪猪啊 明天也不弄猪猪 因为明天要虚肉 要等啊 等这个肉先走过去一批 先发走了一批之后才能买肉了 不然家里面实在是没有地方堆了 试证明王总这个厂有点小啊 明天真的是要开加工厂吗 把它扩大一点 现在等我大哥把摩托车骑出来 我的摩托车出来了 我骑吗 那我骑吧 前面吧 找个地方看一下 哎呀我的灰呀 人的一辈子一定要有两台车 一台是摩托车 一台是汽车 哎呀 哎呀妈真帅 这么看起来穿骑300的轮胎呀 是真的薄弱啊 太难修了 啊 所以说这次去山药呢 我两台车都想过去 之前打算说把这个摩托车 侧着放啊 一看 哎呀我去 整个车身已经超过了这个汽车车身了 这样是不行的 其实还好 好像没有超过耶 尾巴这边有点拖出来了哈 超的宽了超宽了 嗯如果说不坐后面这种 从这样子拉的话 不知道我能不能掌控啊 因为毕竟我也是新手女司机 给你们一个选择 你们是要选择摩托车旅行 还是汽车旅行的 我是都要 因为到了三亚之后 汽车油耗太高了 说句老实话 出行也不太方便 车比较多 那么如果说我骑摩托车的话 就出行比较方便一点了 去哪里买个菜什么的 去路个湾什么的 就骑摩托车特别方便 为什么说一定要带摩托车过去 不去三家那边租车嘞 那我本身就有摩托车 我租啥车呀 对不对 而且我要在三家那边 可能要待个两三个月 因为要好好健健身哦 健身减肥的这个计划哈 所以我必须的带一台车子过去 那么也可以这样子 买一台可以脱房车的脱卦 叫搬运工啊 但是一看价格 二十几万可以买我的车了 算了吧 然后的话就是 要不要拖运过去 拖运过去 第一就是买版车 拉摩托车 第二就是拖运 第三那个二十多万不考虑了 我好久没有买牛肉车了 刚才那么多大鱼 可以说我们不能去四驱跑 不然就前面拖上去感受一下 看我的教室都长长了一点了 这全套鞋子太高了 来 我给你讲 穿旗插三百八一一五的座高 掉头的时候 只能这样子掉 我这个脚是翘起来的 这个脚 摩托 摩托 摩 哈哈 只能这样子 就这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